纽约时报报导指出F16的坠毁 可能是遭到了乌克兰自家的爱国者 飞弹击落所导致的 一架乌克兰F16战机坠毁 飞行员是乌克兰王牌飞官梅斯 代号岳渝 他是乌国空军首批接受F16训练飞行员之一 在坠机后 总统泽文斯基则宣布撤换空军司令 理由是要强化领导力 尽管外界立刻联想空军司令下台 与F16坠毁有关 但国防部长对CNN否认 至于坠机原因 乌克兰女议员别组格拉亚就爆料 F16是遭到有军的爱国者飞弹 误极坠毁 另外纽约时报也引述一名西方官员的说法 认为是被自家的爱国者飞弹所击落 大陆官媒记者就分析 可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因为乌克兰它也是刚刚获得F16战斗机 和防空体系进行联合的防空作战 不太熟悉 在敌我识别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误判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才刚刚证实 第一批援助F16战机投入实战 纽诗分析认为这么快就损失其中一架 不离乌克兰把F16融入战力 也让北约盟国难以相信 乌克兰能善用西方的精密武器 记者刘吉宇综合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国际消息的另外一条 在中国大陆和菲律宾近期 在南海的仙兵礁发生多次的冲突 根据菲律宾海巡的表示 两艘菲律宾船只在昨天 向停泊在仙兵礁的船只进行补给任务时 遭到了多达40艘的中国海警船只尾随 围堵最后因为没办法靠近 仙兵礁被迫折返 宣告补给任务失败 根据随传的法国媒体记者报道 大陆海警船追赶菲律宾补给船 在长达两个小时后包围夹击 因此菲律宾补给船 无法向非国的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 进行实务的补给 菲芳事后也表示 维护领土的主权决心是绝对不会变的 而仙兵礁也成为了继仁爱礁之后 中非海岸冲突的另外一个热点 再来看到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三天访华行程 进行到了中美新一轮战略沟通 拜登政权明年1月即将要交接 前立委雷茜在CTI Talk 网络论坛的节目当中就表示 苏利文不仅是想要传达 拜登想与习近平见面 而是拜登必须在卸任前 与中方举行最后一次的峰会 奠定国内稳定的基础 雷茜用足球来比赛的形容方式 拜登与何景莉的攻防攻击与分工 我觉得拜登应该是进入了 最后的这个时期 就像美式足球一样 美式足球呢攻击是一对 防守是另一对 现在的哈里斯贺锦丽 他就是攻击的这一对 因为他在前面主场 是要跟这个共和党 来做直接的大位的竞争 所以拜登的位置已经换到了 他是防守这一对的 是防守的时候 他必须要让他后院 他的国内中间呢 有三个大的议题中间 不会出任何的意外 都放在美国常用的 管控分歧的这个概念里面 第一个是已经有的两个战争 老师们都很熟悉 已经有的两个战争 目前没有很具体的 可以结束的情况之下 在亚洲又开始有一轮又一轮的 不同情势的挑衅的话 西太平洋不能开第三个战场 第一 第二呢 大家都知道美联储已经 经了这么久 终于要开始降息 并且非常罕见的暴露了 他们曾经长期在就业的数字上面 作假 非农数字这次大调降 31% 就是说明有长期的作假 不是调整而已 那么过去一直用 这个就业市场来做不降息的借口呢 这次马上就要降息了 事情他们就揭露了 所以在降息的时候 美国的风险必须要管控 那么风险中间跟中国大陆 无论是金融或经贸的关系 都是重中之重 第三个呢 其实大家常常说 美国经济到底好不好 有人常常说 二雷老师为什么跟另外一位老师 看法不一样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从资本市场跟金融的角度看 跟你从实体的经济 老百姓中产阶级的角度看 这两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从老百姓跟中产阶级往上看 从金融市场呢 是在上面的金融大的那种 获利的往下看的时候 美国的贫富不均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 而且中产阶级往下走 下行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的第三个需要去把握的 这个后院不能失火的 就是不能够有巨大的 内部政治跟社会的动荡 并且贺锦丽要求 对大家的承诺是 我可以重新去建立一个中产阶级 重新去建立一个中产阶级 可以在美国安身立命的 中产阶级经济里面 如果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问题 关税壁垒问题不解决的话 他没办法去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 所以这三个问题呢 都是美国需要管控的 也就是拜登现在作为一个防守队 必须把这后面把它弄好的 所以苏利文此时此刻去 我觉得他 不只是外界所猜想的元首峰会 他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目的 说咱们说清楚 这些地方会怎么样 奥运结束了 但是大陆的奥运 竟然表演活动还没结束 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登场的 是跳水的选手 雪红尘跟陈玉契 在十公尺跳台一跃而下 还多加了空中连续卷幅 那么这个画面呢 现在立刻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全红尘 陈玉契 在空中卷附的影片一步曝光 在微博上面引起了轰动 大陆网友纷纷大赞他们的核心 真的太强了 平时训练有素 游泳池的观众台也是座无虚席 除了全红尘跟陈玉契 十公尺双人跳水表演 还有连续岸边跳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 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